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没有做错什么 你没有做错什么 做错什么是 你对亲爱的表述上 表述上 还有就是你的方法上 可能存在一些差异 跟你所爱的人 跟你谈恋爱的男性 或者是所爱的人 有点差异 有时候他们理解不了你 但是你又觉得很愤怒 就是觉得我对你那么好 我那么伤心 我那么痛苦 那么爱你 那么对你好 为什么你就理解不了呢 为什么你就不懂我呢 就是这种 你其实愤怒的是 没有人懂你 而且你真的是 对他们付出了很多 真的是你的心已经完全的 就是投入到很多事情 就是你很用心的去做很多事 但是竟然没有人理解你 然后甚至 这个不爱还罢了 甚至他会说 你是这样那样 他会说一些你不认可的 去评价你 或者是认为你这样那样 其实你不是的 嗯 就是 我觉得我 就是理解不了 嗯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 应该自己的在口验方面 还是造得挺多的吧 比你口验也没关 就是你 就是说话很难听 说话很难听 但是说话很难听 是因为你心里难受啊 你心里很难受 因为没有人懂你 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想什么 但是他们只听到你说出来那句 但是当你在很难听的 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边已经转了180个弯 在里边烧心了180次 然后转转转转出来了 你了解你自己吗 不是这个世界谁了解你 是你真的静下心了解自己吗 嗯 你要情感 到底你想要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感 妈妈都知道 这个世界很多人 第一是你们还真是没遇到那个真正懂你的 第二呢 能够懂你的人真的比较少 能够懂你珍惜的是你的思维角度 还有做事的一些方法 还有说话的一些 对对待伤害的一个态度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起交流啊 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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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可能今天今天有句话 可能可能我突然说错一句话 因为谁也不是说 可能那句话我说出来以后对你有些刺伤 但是说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考虑不周嘛 也不是我心里真的想那样认为你的 但是你马上就会反应很激烈 你就认为你怎么能这么说啊 你才是怎么怎么 但是 你不能急 你要先搞清楚他为什么那样说话 他为什么会那样 然后你要问题 就是说在面对每件事情的处理上 你的反应 这些反应是你就是很急 或者是一下子你伤我 我也是我更伤你等等 在处理情感的这个方式上 我已经够努力了啊 我觉得别人也有很多缺点 为什么别人可以得了 你没碰到那个能够包容你一切的人 这首先我要告诉你 但是大部分人不会包容你 知道吧 那我怎么办呢 我要得到这个东西 我怎么要改呢 修行自己 把自己放下来 把过去所有经历的那些伤害啊 那些东西 慢慢让自己痊愈 不要定义自己是什么样子 也不要对情感下定义 不相信 不相信什么 不相信缘分啊 我也不信 但是先疗愈自己 为什么一定要先钉着缘分呢 先钉着我们的心现在明显的 我们很烦躁对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爱情 管他爱情是真是假 你现在我需要 我需要一份爱情 是吧 我很享受在爱情里边的感觉 好 既然你决定了你要爱情 那么把自己弄好 但是我们为什么 你现在是说 为什么在 不管你谈了几次了 那么在爱情里边 我总是受伤了一位 为什么爱或者不爱我都受伤呢 那我们也不能老找对方的原因 不管对方就算是设计不设的 或者 但我们心态为什么会很糟糕呢 现在我们甚至不相信有真情了 我们很烦躁很郁闷很 很不舒服 我们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 是吧 否则你今天 否则你也今天不来猪孩 是吧 那肯定是觉得自己有病了 心里 我受伤了 时间太长了 走出来 你的问题不是你说有一个伤害在那 不是说有一个伤口我们吧 是 你这整体内在对这个世界情感的一种表达 就是或者一种表达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表达出来的状态 让他不知道你在爱他 或者是他根本就觉得你 这是爱我吗 你这是爱我吗 你这不是恨我吗 你是不是想敲起我毛病吧 不是 或者你在这怪我吧 你这想爱我吗 爱的表达不是那样 你要学习一些爱的表达 就是我学了好多理论 我学了好那些没做的 我做好多修行法 不用 不用学那些东西 我也在改 我知道 就觉得我是因为内在恐 对我才那样表达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就吓跑了吧 别想多了 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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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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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此时此刻此地 就是说 你坐在这 现在没有弹琴摔 因为那个有缘就是没来 静下心来 喝点茶 喝点茶水 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从安心 从安心 从第一秒的安心开始 这世界全天下都可以误解你 都可以不爱你 或者你甚至你都讨厌自己 或者是你有爱的人在那 但此时此刻此地 这些都没关系 你此时此刻此地 能够产生 关系的 只有那杯茶水 去珍惜那杯茶水 珍惜 但是你喝都不知道味道 然后为什么我要珍惜一杯茶水呢 因为此时此刻 只有他能够安慰你 因为你 只有他进到你的肚子里了 为什么不珍惜一个 茶水 你非要珍惜那个很执着的 那个不爱你的人呢 茶水 他每天在 安慰你 你无所谓 舒适无睹 扇子为你三分 你也舒适无睹 你没有爱心 你有情欲 爱 你没有爱心 就是这样 爱心是什么 当面对一杯茶水的 这杯茶水帮你赶 你此时此刻此地 你很安心 里面盛满了你的爱 还有你的感恩 还有你的喜悦 因为你在喝一杯茶 而且你来到珠海 你坐在这儿 大家都不认识 凭谁相逢 有一个人在为你服务 给你倒了杯茶 你坐在这儿 你知道 你等于坐在上座 你坐在这儿 你再享受一杯茶水 此时此刻 你想着你那些糟糕的事情 为什么不写享受一下呢 你都不会享受了吗 我不能控制的吧 能 你很优秀 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呢 而且学了那么多理论 是吧 那些理论先放一边 你觉得那些理论学多了 现在有点头大 但你能控制 你很优秀 你很聪明知道吧 我是很聪明 OK 你很聪明 你可以做到的 现在就是让他做到 你坐在这儿 你在珠海 知道吗 你来到一个该感恩的地方 感恩这个世界 感恩我们的相遇 感恩有人给你倒茶 我不是空谈这种感恩 一定要你做什么 或者是什么叫感恩 再不去解释感恩 再不要是感恩是什么样子的 先不要定义感恩这解释 是你静下来 然后呢 看见这杯水的时候 你的喜悦 你的满足 你的清静 宁静 这就是全部的感恩 因为这杯水也是同样的 当你把爱放在了一杯水 能放在一杯水里的时候 你会放在一切地方 你的老公 你的情人 你的朋友 都会感受到你这边 爱是种状态 知道吧 如果你的朋友 坐在你的对面 你的男朋友 你现在很焦虑的 你爱不爱我 你爱不爱我 抓住你 我觉得他会跑的 你知道 如果你很年纪很 看着一杯水很喜悦的 咦 茶水 什么茶 我第一次来住 老师 我没来过 我第一次来 大家很安心 很轻轻地坐在这 然后对面有一个男士 我也是深圳来的 这是 然后大家都喜欢喝茶 很多东西就开始了 但是你这种焦虑的状态 你觉得你有病 我可能变不成那样 为什么 你可以的 那你的聪明 那你的聪明 准备用在哪里呢 你的聪明 不是用在生活吗 你的聪明 是用在这个世界 你的生存的 生活的 那你准备用在哪里呢 你说你很聪明 用在了着那个人是真爱你还是假爱你 会是他的心吗 不可逆转 虽然你说没有时空 什么几维度 那是个说法 那是在实证里边的 那是在师兄里边的状态 那是你在修彩底 你现在我们探讨是 你需要一份爱情 你准备在爱情里边 去了悟 了悟爱情的东西 在里边让自己安心 我需要一份爱情 没关系 这没有什么人知常情 我们探讨是在爱情里边 我们为什么这么焦虑 这么受伤的感觉 是因为你没有爱 不是 是因为此时此刻你没有爱意 你没有爱心 没有爱意 这个爱心我不是说 爱你 你说不爱 你也爱你也所爱的 是吧 无约无悔的爱着自己所爱的 是没有爱的意 我感受不到 就是说你的心不爱 你在焦虑之中 这种焦虑 如果对方 如果是佛的话 那人家都无所爱 但对方是个男孩子 他怎么能感受到 他爱你或者你爱他呢 那对方迟早会逃掉的 然后你又拼命地想抓住他 你越拉他越跑 我告诉你 你越拉他越跑 你静静地坐在这 你充满了爱意地坐在这 你不用拉 他就在你旁边 你就是一个磁死要吸住的 你先变成那样 变成个吸 但是我觉得是我的 他只是一个世俗的人 他只是用世俗的标准 跟学萝卜 不是所有人的焦虑吧 还有别的东西 除非有青菜萝卜 各有素爱 他有学青菜的就有学萝卜的 我觉得他们离开我 抛弃我都是因为我其他人 什么原因 你不漂亮吗 不够聪明吗 他们学的那个女的 真的比你强吗 好吗 不是吧 是因为我比他们大 那如果是真的有这个原因 那他第一天他就不跟你交 你既然你比他大 他为什么要跟你交 我的时候呢 我没办法控制他情感 比如说这个男的 你需要一份爱情是不是 那个男人他爱你 那一颗爱上你了 好大家在一起是不是 但是他最后他找了个借口 说你比他大 他逃开了或者是离开了 他有他不娶你的理由 但那份爱情难道不在那吗 你就因为他逃开了 他今天说我不能娶你 他说你比我大 或者是什么 你就恨吗 对一个修行者来说 就是不管这份爱情是多长时间 或者是什么 就算失恋了 他有他的理由离开了 我认识你仍然敢 你仍然觉得 我经历过一段时间 他曾经带给我快乐 虽然我在里边患得患失 我也不愿他 希望他幸福 这是一个正常的 充满爱情的人的祝福 你正要保持住这样一个品质 迟早有一个人 会来到你身边 而且珍惜你 如果你那个人 然后走了 你很恨他很骂他 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焦虑的人 那么下一份爱情也迟迟不回来 这种是修饰吗 你刚刚说了保持自己的健康 是不是只是让自己舒服一点 但是没有人能保持 那些人移会 其实这个自我自己 你有人爱你 你也是不过要自己舒服一点 你都现在喝一杯茶你都舒服了 你需要他爱你吗 那是别人的 永远是要和自己 如果你的幸福 掌握在别人手里的话 那你就这一生完了 因为别人有可能捏碎你 你的幸福在别人手心里 明白吗 别说你的幸福 掌握在老公手心里 掌握在你妈手心里 也会捏碎你 告诉我 你妈会理解你吗 我只是想带着绝大去体验这份情感 还有就是像正常人一样 但是我 我觉得我不去实际去体验的话 我是很难从心里面出来的 我是从里面出来 体验可以 都有一个爱的对象才能体验 有的人爱你 你爱他 如果没有 没有就没有等着呗 只有一天可能会遇到 可能不遇 或者你爱上了 你告诉他 我爱上你了 能不能体验一下 人家说愿意继续呗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可控的 那个人难不难 是不可控的 有缘的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 那就是说 那我您要 您要把爱情掌握在你手里吗 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啊 我要爱这个人 我就要爱上 我今天去珠海 我要碰到一个爱我的人 就要碰到 我在深圳 我要碰到一个爱我的人 这是可能吗 然后我爱到爱上了 如果两个开始了 就要永远永恒 就要一辈子 这可能吗 是吧 但是一定要碰到一个爱你的 不是 我就觉得你得告诉你的时间期限啊 怎么这么一直等下去有意义吗 一定要是个男士 我是个人啊 一定要是个男士 要爱你 是吧 你两个人喜欢 两个人要喜欢 你爱上他 他也要爱上你 这个要求你 就是说如果 当然了如果我喜欢他 他不喜欢我 他愿意跟我结婚也行 嗯 但是底线就是我一定要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 他喜欢我 那不行 对对对那不行 你有喜欢的吗 有很多啊 很多 但是他们都有老婆了是吧 没有没有 谢谢老婆 有的不喜欢 有的喜欢你 是吧 是我喜欢的都不用小很多 然后我就觉得一看到这个就是 如果你喜欢的都没有小很多 而这些人都因为小不爱你的 我觉得很正常 那你喜欢个大的呗 没有遇到我不喜欢 没遇到就继续等吧 反正你还年轻嘛 不年轻啊 不年轻 你 你 这个事件 我们这叫说婆 你接触过佛学的都 说婆事件 在情感这一块大部分人在受伤 知道吧 几乎在你身边看到的每个人 你能真正看到很完美幸福的侯女吗 你在深圳是吧 深圳很多女孩子在爱情里面受伤 不是你一个是不是 所有的很多爱情都是 就是就算是今天好很好 两个人如期四交很好 可能过两天可能离婚了 可能分手了 就是不断的在在这里边 有的就是男人也受伤 女的也受伤 在情感里边很少有不受伤害的 首先这一点你肯定是吧 幸福的 不管是谁跑去谁 是总有一个受伤的是吧 两个人在一起 那个人想离开了 那个人还不想离开的时候 那个不想离开的就受伤 如果想离开的那个就大好一点 是吧 那可能他想 总会在情感上不受伤的人 几乎没有 是吧 那你也不例外 是吧 只是其业其中一种 你现在不过就是在情感里面受伤害了 是不是 你觉得自己受伤了 或者是 那一个作为一个人 需要情感 需要情感 是吧 需要情感 那情感是不是包括亲情有情爱情 是 有情 爱情 对你来说 你现在认为你是爱情最重要 是吧 爱情至上的 是 最重要 爱情最重要的原因是 你觉得你需要信 是不是 不是 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爱情最要 被认可 被和 就需要男朋友吧 双方 我需要双方 互爱 是吧 然后就是 亲情里面没有互爱 还是友情里面没有互爱 只有爱情吗 因为爱情是一个没有血缘的互爱 对 亲情也没有血缘 但是 亲情里面没有爱吗 比如你跟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友 知道有 明显的 必须跟性相结合 是不是 亲情有情爱情没有那么重要 是因为爱情 爱情里面有性 是吧 性的满足 也许是 身体欲望的吗 你说了 你这里边说 我的身体需要 为何就是 身体的满足 是吧 身体欲望的满足 这份情里面 必须有身体欲望的满足 所以爱情至上 对你来说 情感 你需要一份情感 那情感里面 爱情是至上的 没有爱情 你是活得不开心 不幸福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 然后你肯定了 在情感里面 受伤害的 不止你一个人 这个世界 每个人几乎都在受伤 不是在每份情里面受伤 没有可能 极少数人不受伤 好 既然认可了 你也是其中的一个人 那么你不受伤害的记录 几乎是百分之 几乎是没有的 是不是 那么你受伤害很正常 是吧 既然每个人都在受伤害 但是 那么人与人的不同 就在于你受伤以后 怎么做 嗯 那么现在 有的人受伤害以后 自己去恢复自己的伤口 受伤以后 恢复伤口 有的人会活得更坚强 有的人会把自己做得更优秀 有的人会 一次一次受伤 一次一次让自己 重新充满爱 去开始 你说 当你受伤的时候 你选择做哪一种 报复社会吗 或者是报复谁 那么其实不在乎你是谁 是在于你选择什么样的做法 受伤以后 人与人的不同在于 当你在这个世界 当人在一份情感里面受伤以后 有的人选择了报复 甚至波及到报复周围的人 有的人选择了原谅和宽容 有的人选择不断地完善自己 觉得是自己不够好 不断地完善自己 我觉得这里 有的人选择了等待 是吧 有的人选择我等待 我在学习一些东西 不断地 其实很多人在学习 等待的过程中 也在不断地愈合自己的伤口 比如说你去学习了很多 心理学的课程 然后呢 甚至不断地在等待的 等待新的爱情来临的过程中 然后呢 其实有的人在疗愈自己 你学习各种 包括你今天来到这去寻找一封答案 也是想疗愈自己 是不是 你也知道 没有人给你告诉你 没有人能总圈地告诉你 你下一个恋人在哪里 是不是 我不是个算卦的 你也知道 我不是说 你有个男朋友在哪等你呢 你现在就去吧 踩着点 几十几分几秒 你到达就 两个人相遇了 而且是 你爱他 他也很爱你 然后呢 永不分离了 然后拉着手可以飞了 是吧 不是永不分离 就是我接受不了没有这个过程 但是我能接受任何结果 什么叫没有过程有任何结果 是别人遇到了 然后结婚甚至我也可以 那结果 虽然你也可以啊 是不是 没有啊 没有遇到啊 这个时间是可以的 重点是 以前你遇到过 但是是不是结束了 是吧 现在 我看你谈过了 说两个三个啊 那结束了 好 你下一个没遇到 是吧 下一个 你有点着急了 觉得自己年龄大了 觉得自己没有 越来越年龄大了 或者是什么心态也不好了 有很烦躁 为什么不遇到那个 那个 我又爱我的 我又爱他的 那个珍惜我的 呵护我的 那个人到底在哪里啊 嗯 是不是 主要是年龄的压力 和生意的压力 哦 是这样 如果我是男的我不怕 现在的问题是 第一 当你前面是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你知道你是一个人来的 是不是 一个人要回去 是吧 我们来的时候就没有带伴 是吧 你没有你妈跟你同事 生个男朋友出来 是吧 这个是将来住的 既然没有带伴出来 你一个人自己 一个人出来的 好 一个人要走完 你一个人要有完 在这个路上 你要碰到一些有缘住生 你当你情窦初开的时候 当你需要 当你到了中年 或者是 那你需要一个男朋友 是吧 需要男朋友 是 我们就像我们饿了 需要吃饭一样 是吧 需要一个什么 这是你可能生 你说了我生理需要 没问题 这个没有错 每个人都有 是吧 问题是 如果没有 你还能幸福地走完你的人生吗 不行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 这就是一样 有的人说 我没有男朋友 我也会很幸福地完善自己 去走完全城 有的人压根就说 我没有男朋友 我这辈子不合算了 或者我没有男朋友 这是全切向的错 为什么偏偏你们都有 我没有 如果你认为 没有任何 没有这个男朋友 没有一个爱你的 让你也很爱的男朋友 你无法幸福地走完你的 无法去走完你的全城 而且你觉得你的生命全毁了 就因为没有这个爱你的 你爱的男朋友的话 我无能为力 对我来说 作为一个人啊 他的智慧不足 他的智慧可以 当他从他母亲度里出来的时候 他的智慧跟他的能力 他的聪明 上帝就给了他这样聪明 他的智慧 他的健全的起步 是让你一个人走完全城的 每个人都是 因为上帝给了你走完全城的能力 你又有智慧 你又聪明 你又有不缺口不缺 而且对你来说 一切俱处 你知道你是这世界 七十亿人口的独一无二的吗 独一无二的 我既然独一无二 我为什么不走去 你都要直接去修呢 为什么要学 你不用修啊 你可以啊 你要爱情没问题啊 这个没谁拦着你 你不用修 你也不用 你修行是立马城市 那是你的选择 因为在这个世界 除了吃喝玩了 除了吃喝拉扎水 总会有精神层面 还有其他的 灵性的需求的 一个是物质层面的需求 其实生理的满足 也是属于物质生根嘛 欲求 物质层面的 物质层面满足了 人是心里会空虚的 需要一些精神层面的 但精神层面满足了 还需要灵性层面 灵性层面是 超越的是 更高的维度的一个满足 那这三个追求 你看你现在说 我为什么要 有灵性层面的 不要 为什么我不是要 是你先选择了物质层面 你觉得那物质层面满足 我已经不幸福了 所以灵性层面 你可以不要这个 你也可以不要精神层面 你可以先满足物质层面 没问题啊 你可以不修行啊 没人说让你修行 是不是 你可以不学服 你可以不修行 你可以去寻找你的男朋友 都挺好的 这重点是 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一生 遇到自己各种事 问题是他怎么面对 这个世界 这才是他要选择的 这是需要选择的 你选择怎么样去生活 生存 你如此聪明 我相信你会选择最佳答案的 最佳答案是坚强的走自己的路 你的幸福不在别人那里 理论我懂 理论你懂 但是要去 一旦选择了去坚强的去做 不是理论你懂 这个不是说大话 我不是跟你在说大话 你要做 让自己开心起来 让自己一个人也开起来 让自己很喜 生理上的东西是可以 人家现在还有很多出家的 还有师父 生理上的这些欲望 并不难搞定 是你心理上 你认为你应该是那样的一个人 你认为我就 没有爱情 我就不可能幸福 你从来没思过 你一个人活能不能活幸福 你为什么不去体验呢 你不是一个人坐在这喝茶 的快乐 跟两个人喝茶的 一定要有个男朋友坐在这喝茶 有什么不同 你没有体验过 一个人安静的坐在这 一个人疲惫茶的感觉 难道这不是幸福吗 你幸福不起来吗 一定有个男朋友坐在旁边 逆着你吗 难道两个人一定要抱着一起 才能喝这杯茶吗 你可以的 而且这是你不相信自己 是吧 你不相信 不相信你能做到 你知道自己很聪明 你可以做到的 有什么不可以啊 你只要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就好好做 总有一天有人会欣赏到你 就算你是个芹菜 你是个萝卜 总有人爱芹菜都爱萝卜的 是吧 也许你曾经遇过三个男朋友 但是这三个男朋友看来都不是你 不是能够真正能够你走完一生的人啊 那又怕什么的 我要的也许也不需要走完一生 那要是临时走几天不更容易啊 你都连这点都放开了 那不更容易 那有啥 你有什么迷惑的呢 孩子 你想要个小孩啊 你知道现在还有待用的吗 你是个女人 你最有资格还要小孩问题 你要是个男人说 没人给我生孩子 你知道你有子宫吗 你知道现在有待用吗 你知道现在有四拐婴儿吗 你找个精子就完了我告诉你 不行 你一定要有个男的跟你一起扶养小孩 不是 还是啥的 一定要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子 哦 你喜欢的人 他不给你是吧 不是 让他捐个精子给你呗 你可以买他一个精子 我想 只要你的钱足够多 他会给你个精子的 那我也害怕 害怕 要 你选择这种生活 那怕啥呢 是吧 冒险呗 你不是喜欢吗 这些东西都 现在科学已经发达到 这些都可以搞定 只是你啥也不想付责 就想获得 知道吧 我啥也不想付责 你不想付责 就是说 你想坐在这等 等 等天上掉一个 你爱的人下来 我也在改啊 你刚刚说 你不用改 你很好 知道吧 这就是问题了 你觉得你不好 所以没人爱你 你很好 你很可爱 知道吧 你刚刚不都说 有一些人选择改变自己吗 改变自己 我是说 当你面对一件事情 当你失恋以后 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就很多人有不同的选择 现在你知道吗 你自己符定自己 你认为你不可爱 所以很多人不爱你 如果你觉得你很可爱 你会坚定不移地坐在这 等在天上掉个人下来 他喜欢你 没有 你可以很开心的 因为你那么可爱 你怎么能活得不开心呢 我怎么能 我现在就是对自己没信心 OK 问题出现了 你就是符定自己 你觉得自己不好 所以觉得这个世界 就没有人喜欢你 你知道吧 你的问题就在这 是吧 但是我觉得你挺好的 然后你也可以有能力坚强的 自己生活得很幸福 明白吧 你说这话是暗示我 但是我没有暗示你 但是你问我 你看 你从深圳跑过来 你要觉得你 还是有点信任的吗 对我 但我既然我能这样说 那我也不是在这敷衍你 是吧 你看我有时候我先放在那 我跟你聊天是不是 那我不是在敷衍你 我敷衍你 我说我有事爱你 明天你再说呗 但是我很真诚地告诉你 你可以活得很幸福 一个人也可以 听到我一个人过 嗯 我觉得那句话 就像你 就要判了死刑了 像万能交一样 怎么做都是对的 你就是一个人 不想在这个世界好好 但是我们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是一个人 走的时候我已经一个人 你是一个人 来的时候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你也谈过两个人的日子 你爱情吗 你也谈过 但是分手了 只是暂时的又一个人了 一个人两个人 两个人一个人 你就是不过就是这样子 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这三个人我觉得不算 因为时间太短了 这三个人不算 好 你是一个人 我都让你高懵了 我都让你高懵了 其实这些东西 但是我就觉得难以不平等 我很分别 这世界上不平等的是很多 没有绝对的公平吗 除了此 你认为是 你认为是 其实每个人都在受伤 你看刚才我告诉你了 情感都在受伤 是不是很公平呢 你认为不受伤吗 大家 我前面给你分析了 所有的情感 是吧 这是公平 每个人都在受伤 只不过是受伤 他在你这受伤 你在他那受伤 你在那个人受伤 他在那个人受伤 就是不一样 站着受伤呗 这都很公平 有啥不公平呢 对 我觉得这个休闲的东西 很多都是女的 那你人家有的 有的现在在街上 坐在那儿乞讨的 还有缺胳膊短腿的 是不是觉得这上体 更不公平 你还有胳膊腿体全的 你还是很健康啊 现在在医院 还有绝症病人 那些人怎么说 你又不是这世界最惨的 觉得哎呀 你不就是你渴望一副爱情 爱情现在没有吗 但是我是一个 四肢健全人 为什么要拿四肢不健全的人 来对比我呢 我可以做更多呀 是啊 人家有的人就是有人爱 有的人就是你觉得没有啊 你为什么跟那些人比 跟那些人比 我不想跟那些残废人比 你可以不跟上 我就说这个世界很公平 我觉得这种修行 是不是都是女人的自我陶醉啊 你说什么 女人的自我陶醉 女人的自我陶醉啊 自我回避 就是好像是让自己感觉 我看到很多修行人都 清心寡愈 不要管其他修行人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选择 我是说我是说 你不能活成那种境界 不代表没有人活成那种境界 我是说 有的人可以活成一个人 活得很幸福的境界 而你不能不代表没有人 知道吧 所以你不要福地修行人 每个修行人有自己的选择 那是人家的事 人家结婚 人家不结婚 人家单身 或者人家出家都很正常 去选择另一种生活生命的模式 我说我变得好了 人家的择偶方是那样 他就是世俗 他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啊 那我这样一年拖下去 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还不如去犯错呢 我告诉你啊 很多男人也有很高尚的男人 不是你说的那样 那样很少 很少是 我觉得我现在在世俗里面 都找不到很快 还找那样的人 那那个人不是更加少 那我不是更绝望啊 我怎么想 我认为我自己很好 不代表别人觉得他要找你啊 他不认为他不是那样的选择啊 那与其这样 那我还不如年轻时候去犯错呢 我何必撑到现在呢 什么叫犯错 就是我就是玩去 我就是 就不要去挑剔啊 不用想那么多什么道德的约束 想那么多吗 还不如在经历中去犯错 还不如更好 那不叫做可以 你选择你的生活可以 我已经到现在这个原因了 是啊 可以 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 只要在法律允许范围 如果你想的话 那是不是有因果了 是的 有因果的 自己愿意承担就行了 既然做事敢做敢当呗 那到底什么是协议 什么是协议啊 对修正才有协议你说的 如果不修禅定的话 没有 只有佛教里边 修禅定的人才说 协议你说的 如果没有 剩下就是道德的品牌 那是这个知识学 觉得你是和 你这个 后意是合法的 就是合法 你说你不合法 就说你啊 第三者 你就是第三者 说你那是这个 人家认识 人家认为你是啥样 难道你就是啥样了吗 有人说你这叫仙音 你就是仙音了吗 有人说你那是真音 你就是真音了吗 嗯 你说呢 我不认为我只是觉得 那是你的生活方式 只要你开心 第一 不要因为你的开心 伤害这个世界其他的 第二呢 自己保重身体 因为我们 选择自己随心所欲的生活 是需要身体好的 心态好的 因为首先身体要好啊 第二要身 还有心态自己 能够扛得住啊 hold得住啊 这需要资本的啊 既然你能 那就没问题 还有英国这一块呢 是 我们做了一件事 是有英国的 那这种英国 如果你愿意 选择自己的生活 没关系啊 你愿意承担就行了 我说伤害别人 我只是说 我并不是说 要去找别人什么 已婚的 那些我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别人有朋友的 我也不感兴趣 如果你不修禅定的话 没有协议自己说 你可以随心所欲 那我如果跟单身在一起 我不以结婚的目的呢 可以啊 只要他愿意 这有算协议吗 我觉得不算啊 我觉得很正常 你单身他也单身啊 然后你们正常的性生活 但是你也不是结婚 但是那一刻 你说我 我根本就对他没有感情 我只是生理上 我玩一下 不是 那不算协议 那不算协议 总之我不敢 在外人眼里 还不上修行的话 就没有闲鱼一说 我要修行 你要修行 那就有闲鱼 我只是想从这个 那要修行 你就不行 我告诉你 因为修行是什么 修行 你首先要佛学里面 你是修的佛法 是吧 那就有界定会善学 那你要得到佛的智慧 那在行为上 你要做得很完美 我告诉你 你有些东西就得慈见 就得 因为你定不住 你那样子搞 而且因果太重要 女儿太多 你走不通的 这条路 你就不能随心所欲 知道吧 我随便 那样就不行 我就不能在这里面 直接去体验 从这里面突破吗 可以 但你目前能力不够 除非你是大菩萨 或者再来你就成道了快 那我不觉得 你这样不是 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吗 去这样修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是的 修行就这么累 我就不能 这就像你看 你看你要考大学 去了学校 学校老师说 不能早恋 那难道不是个正常的人吗 我需要早恋啊 我看上那个孩子了 我喜欢他 为什么不让我早恋 说为了考大学 因为你要学习 因为你早恋会浪费很多时间精力 而且 大家 小孩子会说 我们很好啊 我们很诱惑 很吸引啊 老师说不能早恋 为什么 为什么每个学校都会 因为 大家还不懂 老师的第一 那小孩子说 小孩子很有理的 家长说 你们是没有结果的 你三年级 你早恋 你啥时候结婚 你有啥结果呢 小孩子说 你们大人还没结果 你们谈恋完有结果了 是吧 我们就谈恋嘛 但是 父母为什么也不惜 父母那么爱孩子 不希望孩子早恋 是什么 因为印记太深 你知道吧 在心里 第一是印记 第二早恋这件事 没有结果的事情呢 你这种早恋 在心里 在心里会留下一些很多的印记 很多的不良喜气 很多的伤害 知道吧 他会给孩子带来很多 影响他生命里面 他不会幸福的 我现在也不幸福啊 是啊 我也没有早恋了 我也没有早恋了 你不早恋 我也没早恋了 我是举个例子 就是说 我觉得我是受害者 举个例子 为什么修行有些东西不能做 为什么佛要自己的戒律 这也不能 那也不能 是就像你在考大学的时候 学校有规章制度一样 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博士 培养出一个有用的人才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你没有一些规矩 学校就乱套了 我告诉你 那学校就成了赌场积月了 我告诉你 那就不是学校 但是如果你要修正佛法 那四月里面如果没有戒律 那四月里面成傻了 是吧 所以你要不修佛法 你在社会上随便你 没有人说你协议 你可以去随心所愿的 满足自己的所有需求 你进赌场也没人管理 你在18岁以上都可以进赌场 可以去吃喝玩了 没关系 我只是正常跟您谈恋爱 在佛教里面也算协议 这是不是有人说你了 是吧 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见点 可能别人很多人觉得 我已经第三次告诉你不是 你刚刚不说一修佛法就是吗 一修佛法 因为你要得定 因为你要修定才能有佛的智慧 相对于得定来说 你那个就叫邪 知道吧 你的意念 你的意念 因为你的气要正 你要气整你的认知角度 跟你的气脉不正 所以那叫邪 不正所以你就定不住 定不住所以你就叫邪 这个邪不是坏的意思 在佛法里面知道吧 它不是外恶不赦的 有个行为 那个行为有啥外恶不赦的 邪是说你气脉不正 你定不住 你就说你达不到 那个最高境界 知道吗 能不能以后去做呢 现在不见了 可以 可以 佛是有行 你是大仇道 你修的大仇道 你又没出家 你又没受戒 人家没人在这指责你 没人说你不对 你可以静静的谈恋 也就是说 那你们要学佛法 要达到这些经典 就得人倾心挂 就是一个人 不你要是想成佛的话 你需要这样子 有些时候需要做 但是呢 如果你说我喜欢佛法 我愿意学习 那你继续学吧 也可以谈恋爱 可以 我觉得可以 反正是我 我这边没有 不知道你在哪儿 听到大家说你爱这样子 但是我告诉你 没事的你放松 你可以去修 你可以学习佛法 你也可以去修行 你也可以随心所欲的做 只是有一天你知道 你这样修不修 只是学了一堆理论而已 我也实修打坐嘛 可以啊 修坐 但是坐在那儿乱想呗 是吧 你要想不乱想 你就要写 停下来写自己 过不了这一关 过不了那就是 那就 过不了就过不了呗 那怕啥 总是有些时候愚合寻找 不能接的 要事件 就不要那个禅定 这不要禅定了 谈恋爱去吧 好好找个爱你 问题是现在 没有这个人 我告诉你 现在没有人来跟你谈恋爱 那还赶紧修禅定呗 这不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你坐下来修就会想这件事 嗯 乱想 我也想 我也知道这些不究竟 我也知道这些不得了轮回 这些受伤害 也没什么意思 我知道 所以有法门嘛 有念念佛号啦 自自咒啊 然后呢 让自己沉浸在一念 带万念 所以法门是什么 因为你坐在那儿乱想 所以为了你不乱想 所以才设立了法门 是 我设了好多方法 听音乐啊 没用 没用 暂时缓解 然后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然后我就用你这个理论 否定这个理论 否定这个理论 然后乱七八八 一大都什么瑜伽啊 一大都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你找到 如果这个不行了 人家说 动中求进了 跳舞啊 唱歌啊 然后慢慢让自己静下来 平静下来 如果实在实在 怎么也 如果你实在不行的话 那就慢慢来 那总有一些可能性 如果你愿意坚持的话 如果不愿意坚持 放弃也可以 总有一事你是可以的 我不想放弃 我只想两个一起 那就可以一起 就这样吧 就这样子往下走吧 慢慢走 这边也不放 那边也在熊找 就这么走吧 但是不管是你在熊找 还是你那边不放 但是你 你让自己安心下来 幸福的生活 嗯 就这样 再等待着就走下去 首先相信自己 你很完美 相信自己只是一句话而已 是 这个世界的众生跟你没什么区别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相信你跟所有人是一样的 所有人跟你也是一样的 明白吗 你不是 你别说你 你也不是说 哎呀我这样 他们虚伪 他们不敢认可自己 我敢认可 我就是需要新的 我就是需要爱情的 我就是爱情至上的 我坐在这儿 我就是乱想 我想的就是那些事 而且我在等待一个爱我的人 你不要以为你这就是真诚 知道吧 啥也不是 只不过是人性的就是这样的 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弱点 人性就人本能的一些东西 有些人这叫本能知道 本能反应就像你饿了 就像你的胃口饿了 你要吃饭一样 想吃面 而且想是最好的 好吃的 有些东西可以让你流口水 有些不可以 知道吧 你不爱吃 这叫本能欲嘛 知道吧 你知道这个世界 很多人面对这个本能欲的人 有的人可以活得很高哨 有的人可以让自己堕落 有的人就完全就绝望了 这叫本能欲嘛 本能需求 面对本能需求的时候 人是有几种的 知道吧 有的人 释迦牟尼佛面对本能需求的时候 他可以超凡脱俗 可以不受本能欲望的控制 那就解脱了 人家有如来智慧 普通人被本能的需要就淹没了 就活得很低等 知道吧 活成六道轮回 还有这种在 在本能需求跟解脱的中间在走 这叫修行人 知道吧 现在你是 你的物体 面对本能欲望的时候 我一定要 没有我就活不下去 那我能怎么办呢 上帝也没办法解决 因为本能欲望是每个人都有的 有的人面对的时候 他就有各种各种东西 调解自己 开导自己 是吧 没有人说医生想要的都能达成 尤其这个时期最难 情 爱情 没有人说医生说爱情 爱情如果圆满人很幸福 你知道我们来自于爱情 因为你就是从父母的爱情里来的 到底你父母是一位爱情生下你的 还是一位展示在一起生下你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你是来自于情欲的 来自于情欲好 拥有情欲 寻找爱 那就是人本能的需求 但是 爱不一定是你这样的 当你有本能 当你本能的需求满足的时候 你空虚过吗 你真的很幸福吗 当你曾经也有过男朋友 当你跟男朋友在一起 当你本能的需求 胜利的满足的话 那天 你的男朋友请你吃饭 你们在一起吃饭 然后你们在一起 同居 然后呢 当一切满足了以后 你还不是患得患死 你在想 我要不要永远跟你在一起 你要不要娶我 然后我们要不要结婚的问题 你幸福了吗 我觉得 是吧 结了婚以后 你会不会出轨 你会不会有第三者 你会不会骂我 你会不会对我不好 你会不会变心 结了婚是这样子 是吧 会不会离婚 如果不会 还是很好 你也很好 他也很爱你 会不会他比你走死 会不会你携走 留下他怎么活 还是他携走 留下你怎么活 也许有时候早死20年 你活了100岁 他活了80岁 20年你怎么过 剩下那20年 告诉我 你是等还是不等 20年你已经80岁了 你是左边再嫁 还是嫁不出去 你已经更老了 是吧 你坐着呢 等一个天啊 掉一个 把你看成一朵花的男人 那不更老了80岁 你左边嫁给谁 我觉得我不怕你 那个时候就不怕了 这个时候就怕 因为我没有经历过 80岁的时候 还有本能的需求啊 渴望被爱的心啊 这个过程我没有 我就觉得不 结果我不怕 我在说道理是吧 搞清楚这些东西 当面对本能需求的时候 每个人的处理方法 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不能 不代表有人不能 男人也是这样 女人也是这样 有的人真的活得很高尚 知道吧 那谈不上高尚 你本能的需求 满足物质层面的东西 也不代表我们低俗 那是我们正常需求 一个人正常需要 需要性 需要爱情 需要男伴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 这是正常的 没有这些 反而有些不正常 我告诉你 你半天说的 你要这些 我再跟你聊 这很正常 到他不能满足的时候 你再怎么想 每个人就不一样了 你修行 你学习心理学 学习这些东西 就是希望自己的 想得正常一点 当你没有这些的时候 你的思想是什么样的 这个时候 可能不同的人 就有不同的想法 当没有这些的时候 什么都没满足的时候 有的人活得很幸福 知道吧 因为他不断的有其他方式 来弥补这个缺陷 有的人就毁掉了 就觉得自己很悲惨 我告诉你 也就是说 你知道 认为自己活得很悲惨的人 是最傻的 就傻嘛 傻傻的认为自己 你没有这些 就活不好了 你拥有的那些能力 你用的那些聪明 那些智慧 都是让你 上帝都是让你幸福的活着的 不是让你悲惨的活着的 也就是说 那些男女不平等啊 那些男人喜欢漂亮的脸蛋 跟你有什么关系 谁不喜欢呢 我都喜欢 你看 我们看电视 哎呀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 人家演的演技也好 是吧 你关注的也是啊 那我还不说世俗结婚 那就得迎合他们了 那又什么呢 喜欢漂亮脸蛋 不代表他娶那个漂亮脸蛋 不代表他不会娶你啊 现在都找不到 找不到就找不到呗 找不到也不代表你不能幸福的活着 找到你更好 因为你一直渴望着嘛 是吧 吃饭 是吧 嗯 吃饭 咱们就在慢吃饭 啊 相信自己好吗 相信自己的美 相信自己的 不是否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